刚好是一条线要采茶体验 就是会走这一条线 所以刚好说屋主从我们老旧的茶厂 要怎么去改造 他同意之后让我们去做整理 所以到现在这个美化城 就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个斜角的部分 距离富州社区约15分钟车程的严正社区 也是社区评鉴常盛军 居民活化社区内的老旧闲置空间 破旧乌瓦摇身一变 成了散步后小气的歇脚亭 老旧造咖则在翻修后 晋升社区招牌景点之一 你觉得你泡的茶怎么样 好喝 好喝 小小志工秀一手茶艺 严正社区打造茶文化馆 聚焦社区的采茶历史 来到这儿不仅能喝上一口好茶 还能深入了解传统采茶制茶过程 报名来这边做一个 从采茶日光尾雕还有揉茶的部分 来做一个体验这样 茶揉一揉就可以带回家 戴上采茶帽走一趟茶园 严正社区打造社区采茶之旅 也将成功经验分享给临近社区 县府的小旗舰计划 就是带领其他社区共同成长 像云端系统的部分 因为我们算是102年就开始做了 每年工作也是会请我们承办云端的部分 去教大家去上课 让每个社区都能够利用电脑去做一个云端系统 南投县透过大小旗舰计划和社区产业计划 鼓励基优社区以母鸡带小鸡团队合作方式 赔利社区自主成长 也开发全国唯一的会计系统 落实财务健全 引进专业团队协助提升社区组织专业能力 社区发展我们在全国各县市里面 我们算是林类前茅的 最主要就是老人的照顾 妇女的照顾 甚至儿少的照顾 还有新住民 甚至还有身心障碍者 那能够达到这个迹象 最主要就是说在地人服务在地人 所以说我们对于志工的培训方面 我们是不予余力的 友善引法族南投县推动长照走路